跨性别族群LGBT的课题最近被吵得很火热 早前在槟城乔治市艺术节有一个摄影展 拆除了两名跨性别族群摄影分子的肖像 结果引起轩然大波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姆扎西 在上个星期五就跟其中一名跨性别者会面时 更提出让跨性别人士使用女厕所所有的建议 更引起了部分民众的强烈不满 批评姆扎西是在不懂得尊重女性安全 而对此姆扎西今天道歉了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姆扎西 因为跨性别人士使用女厕的言论引起民众炮轰 她今天发文告解释 这番言论不是最终的决定 只是她回应记者问题时的临场反应 她强调如果她的言论造成他人不安 她愿意撤回这番言论并道歉 而跨性别族群该上男厕或女厕这个课题 今天也吹到了国会殿堂 首相署副部长傅之雅在国会走廊 被媒体追问这个问题时坦言 这道问题确实让人左右为难 她表示目前最佳的解决方案 就是男厕或女厕都不上 另外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 今天在国会下议院被问到 到底LGBT是不是一种精神疾病时 她以医学证明反驳说 这是不正确的说法 有些事实际上在内容 他们会失敗 亦发生了一种精神疾病时 所以他们不完全不一种精神疾病时 不要我们以为LGBT这种精神疾病时 是一种精神疾病时 或是一种精神疾病时 心疾病时 感谢观看